新的水果很漂亮 我真的有 嘴巴試試看 Tracy 是 下午的聚會可以了嗎 可以了 Channy 份文件可以了嗎 沒問題 再見 Sam 我買兩袋西班上來 準備好茶水 不要一直想著玩遊戲 知道了 老闆 開了一間箱子有紙線 好 好 SAM 是 記住兩袋西班 知道了 沒問題 Channy 是 一會兒拿上海報告給你 好 沒問題 謝謝 Tracy 一會兒麻煩你通知Jimmy來開會 好 沒電 還有一個電話 可以了 走吧 走吧 Sam 莫茶 我現在才找你 現在走吧 Channy可以了嗎 可以了 我現在就找你做的 一切都要看 你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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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吧 怎麼搞這麼多工作 我多趕不及了 一定趕不及了 唯,OT吧 我的電腦呢? 我的電話呢? 剛才放在哪裏? 在這裏 Tracy,你又不見東西嗎? 是呀,剛才開會之前放在充電 會不會每一一都不見? 會不會是剛才那個人呢? 什麼人? 剛才你回來的時候,後面有個三鍵口的人跟著 我以為新同事就讓他進來 不是真的充電嗎? 我電腦有很多重要東西 Lok Sir,你好 你好,Philip Lok Sir,我知道近期在港島區 午飯的時間,商業大廈的失竊案 有上升的趨勢 到底現在的情況是怎樣的呢? 是啊,Philip 其實在今年的一月份至四月份 一共有四宗的商下午飯時間的失竊案件發生了 匪徒就是利用午飯時間職員頻繁出入的漏洞 進入這些寫字樓裡面進行偷竊的 他的目標通常就是一些職員隨意放在桌面上的 手提電話、平板電腦和銀包等等 我相信大家可能都會很疑惑 為何一個陌生人在辦公室陪會 但又不會被其他職員發現 Lok Sir,不如跟大家講解一下 好,Philip 其實我們相信在這段時間 大部份的職員都會出外用線 有些公司他們也沒有接待署 去接待他們的訪客 加上有些職員為了貪圖一時的方便 慣性地將他們的大門開放,沒有鎖上 原來在公司的職員 他們的視線又被工作間的間隔阻擋 又或者他們在這段時間爭取時間休息 以致未能發現可疑人的出現 另外也有些公司 因為未有執行嚴格配戴職員證 和訪客證的制度 令到這些匪徒有機可乘 加上在五線這段時間 相對上職員的警覺性是較低的 就算他們發現有一些可疑人或者陌生人 沒有配戴到訪客證在公司裡面出現 他們都不會主動上前了解 又或者他們被匪徒的種種藉口所瞞騙 這樣就會造成一個損失了 陸Sir 有甚麼建議和保安措施 可以提供給辦公室的負責人和職員呢? 其實大量的客戶和速遞人員進出辦公室 無可避免地就會增加辦公室失洩的風險 我們建議每一間公司都要設立他們的接待處 而接待處的職員必須要明白他們的職責是甚麼 他們的職責就是要負責登記和核實這些來訪者的身份和目的 再由個別的職員把這些訪客帶去他們應該去的地方 若而那些公司本身是沒有設立到接待處 那又可以怎樣做呢? 其實我們可以利用資源調配的方法來解決這個問題 我們可以邀請一些坐近大門口 或者座位面向大門口的同事 兼任一個監察人流的角色 另外職員在公司裏面 也都應該時刻配戴他們的職員證 當有訪客進入你公司的時候 職員也都要提高一定的警覺 如果你發覺這些訪客並沒有配戴任何訪客證的話 你就要馬上上前了解這個情況 邀請這些訪客去回你們的接待處那裏 登記他們的姓名和他們來的目的 職員在出入公司的時候 也都要訓外小心 千萬不要讓陌生人緊隨你的後面 入了你公司範圍 又或者當你在按公司大門的密碼的時候 千萬不要讓陌生人見到你公司的密碼 最後其實每一間公司都應該由一個保安主管 又或者由一個同事兼任一個保安主管的角色 而這個保安主管的責任 是要確保所有的保安指引和程序 得而確切地執行 如果能夠做到這件事 我相信公司失洩的案件的風險 就會大大地減低了 再一次提醒大家 要小心看管自己的個人財物 在五線的時間 即使是短暫離開座位也好 你的銀包、手提電話和手提電腦 都應該要鎖好 只要大家做好防盜的措施 和提高防盜的意識 拆印就會自難而退